裡面我們結合手遊 這樣的一個遊戲呢 讓所有的 我們講不同語言的人 他也會打手 他不見得懂語言 就算我們主持的過程 他可能不太懂 但是比賽的過程 他們也看得懂 那個感覺是感覺得到的 對 因為這是共通的語言 娛樂無國界 娛娛樂無國界 所以呢 其實來講 就算他們 不管是印尼人 馬來人 或者是其他的 亞洲國度的人 都能夠在我們這樣的遊戲平台 看到我們這樣的節目的播出 是是是 那這個節目的性質呢 大概它的架構 其實性質很簡單 也就是呢 我們把現在 我們在這個 《黃軍娛樂城》裡面的一些 讓大家都能夠參與的 這邊遊戲的內容呢 藉由我們 重量級的專輯 我們特別來賓 還有他們 突然是現在的粉絲團 很多的 讓藉由這麼多的年級朋友們 跟我們來上節目來做互動 剛剛有聽說 我們首級的大來賓 不得了 就是我們現在的女神 曾婉婷 天啊 一百多萬的粉絲 哇靠 一百八十萬 一百八十萬 不得了了 這節目相當精采 你現在幾萬 我現在的粉絲喔 大概兩百了 我經營那麼久 其實也沒幾萬 就七十五萬這樣 沒有 沒有久就七十五萬 太經營下去還得了 對對對 這個喔 一定要永遠跟黃金娛樂城 多那個 多互動 多互動一點 粉絲越來越多 沒錯 而且當然啊 我們講到我們這個節目 不得了 一般我們節目 可能只有台灣看得到 是 很多東南亞國家看得到 對 我們這個節目 又在冬天 這個亞洲娛樂還播出 這個國家 我盡快把它唸完 台灣 香港 金加坡 馬來西亞 泰國 越南 米甸 遼國 文來 澳門 印尼 菲律賓 通通都看得到 哇 這去亞洲都看得到就對了 哈哈哈哈 那你早講喔 整天的大眼 真的辛苦 對啊 所以呢 這個 旁乾坡也非常的廣 是 這個即將打造我們這個算是 我們這個台灣這個娛樂節目呢 這個是一個新的里程碑 沒錯 對 很少的台灣節目能夠放售到 整個的亞洲讓大家看得到 沒錯沒錯 而且還有很多的美女 沒錯沒錯 哇 這個椅子拍開 那個活色生香 而且我們都獲得亞洲的天氣啊 沒錯 對不對 對 哇 馬來西亞 印尼 菲律賓 都是很熱的啊 所以要看 印尼的世界都可以嗆中 這樣子 要看娛樂 要看美女 對 我們JKF女郎 大概是全台灣最美的一群 全部都在JKF 服務術最多 而且呢 都是最優質的 沒錯沒錯 是不是 那這個節目的幕後的 催生者 靈魂 掌舵的人呢 就在我們現場 就是我們的 乾爹 乾爹 派董 派董 一哥又見面了 又見面 每次看到你就很開心 你叫乾爹沒錢 這樣叫爸爸60萬 喔真的嗎 對不對 那個好像是 那個喔 那個 那位大哥對不對 叫乾爹沒錢 對對對 來 爸爸 叫乾爹有流量 叫乾爹有流量 所以要派錢 派人不是派錢 派錢 我怎麼先叫你派錢 派錢 你跟人人工 因為想到他就想到錢 我說派總花錢不手軟 對 這個每次活動都辦得很盛大 今天光是余樂 你看我們講西門町封街 你看這樣整個 不管給市政府 還有我們在西門町的 當地的這個 整個的費用花多少 對 不得了 整條街封下來 是啊 台灣沒幾個人有這種手筆了 不是沒幾個 就我們一家是把整個 凱盜封下來 那我會投你一票 OKOK 來來派總 跟大家說幾句話 為什麼會有這個 黃金磊娛樂城 這個節目的構想 OK 我們是希望從打造全新的娛樂 我們統稱於叫做互聯網娛樂 以前的娛樂呢 大部分人都知道就是以內容為主 那加上互聯網呢就是以流量為主 所以我們要打造一個全新的這個以流量為主的全娛樂平台 而且還可以互動對不對 還可以互動 還可以互動 對 那你要當第幾集的在那邊 有七十五萬 我跟你講喔 派總一聲令下 對不對 隨傳隨到半夜我都去 謝謝老師 應該的 必須的 一定要的 謝謝 你是我們大的 對啊 來啦 繼續 不好意思 打到你的節奏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我們 黃金娛樂城 新的黃金娛樂事業 謝謝各位 一定會的 謝謝